187名報 學運領袖紅燕送母判經批准回雙送贓 2015年7月10日中國A20 名報專訊 流亡美國的中國89學運領袖紅燕 的母親周二在中國大陸定誓 紅燕呼籲中國允許他回家鄉湖南 為母親送贓 今年4月 紅燕過境香港 望返回內地探望病危的母親 但被他入境 自從亞洲電台報道 紅燕在美國時間周二收到家鄉湖南樓底親戚的通知 得知母親於周二去世的消息 再呼籲中國政府允許他入境 他說得知消息後心微 尚愧舊 因26年來一直讓母親擔心和思念 1989年六四事件後 參與天安門示威的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紅燕 成中國通緝犯之一 他入1992年警港赴美國定居 後歸依基督 入五擔任美軍徐軍獄師 香港入境處2009年允許他返港參加六四晚會 維權律師全家失蹤2013年紅燕母親病重 當年和2014年9月他申請簽證回國 都被拒絕 今年四月 洪母病危 洪燕在申請簽證 聘發表至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的公開信 要求回國 四月二十三日 紅燕飛抵香港機場 港府拒絕入境 遣返美國 美國國會議員 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人權小組主席 克里斯史密斯和眾議員羅伯特皮騰 楊潔對紅燕遭預表關注 另外,本部獲釋 曾為維吾爾族學者伊力哈木辯論的維權律師黃宇 入前全家三口同時失蹤 puisque他非常喜歡 震驗的